钢的熔点大约是在1500摄氏度左右 无最耐热的金属单质 其熔点也不过才3000摄氏度多一点 而火箭发动机从尾部喷嘴里面喷出来的燃气温度 轻轻松松就能够超过3000摄氏度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火箭发动机没有把自己的喷嘴给烧化掉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答案很简单 要是它就这么干烧的话 任它是什么材料都是扛不住的 但是如果把用纸做的碗里面装上了水的话 就算是把水都烧开了 纸也是烧不穿的 同样的道理 火箭发动机的喷嘴里面 当然还包括它的燃烧室里面 也是需要装上一些能够帮助它吸热的材料的 具体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再生冷却 屏蔽冷却和膜冷却 蒸腾冷却 烧石冷却和辐射冷却 下面我们就一一介绍一下 再生冷却是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 采用的主要冷却方法 它其实是有点物尽其用的意思 怎么说呢 因为液体火箭所用的燃料一般都是液氢 液体甲烷没有液氧之类 没有咱就不说了 另外几样东西你要保证它是液态温度 必须要降到非常低才行 比如最夸张的是液氢 其温度低至零下252.7摄氏度 要是能用它来帮喷嘴降温 不是很妙吗 所以再生冷却就是这么干的 在把这些低温液体燃料注入到燃烧室之前 先让它们围着喷嘴走一圈 不仅能够带走喷嘴里面的热量 同时还能够让它们在进入燃烧室之前 预深温了一把 于是这些带走的热量也就完全没有浪费掉 而是重新又回到了燃烧室里面 就像是白捡来的一样 正是因为在这个循环当中没有热量的浪费 所以这种方式才叫做再生冷却了 那么这些由燃料兼职的冷却剂 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到喷嘴里面都圈圈的呢 主流的结构有管束式结构 洗槽式结构和波纹板结构 管束式结构 其典型的代表是土星5号上面的F1发动机 它将铜管裂个合金或是不锈钢的导管 按轴线方向或是螺旋式的埋进喷嘴的内外壁之间 就像是夹心饼干中的夹成那样十分美味 不不是十分有效 当然管子的形状也是有讲究的 研究表明像图中这样纵横比小的举行管子 是兼具了刚性成本重量的最佳方案 所以用的也是最多的 再说洗槽式结构 当燃烧室内的压力比较高的时候 为了增加结构的刚度和改善热效率 洗槽式结构就登场了 它会在燃烧室的内壁外表面 用竖控锡加工出很多像这样的 并白的冷却槽道 让燃料流过它们来为燃烧室降温 其中的代表是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 它采用的是混搭式的再生冷却通道 前段也就是燃烧室和喉咙部分 采用的是洗槽式 喷嘴的部分则是将1086根矩形导管 焊在一起制成的 它的效果有多好呢 据说发动机点火之后 尽管内壁的温度接近3000摄氏度 但外壁的温度却可以低到 用手去触摸 而且最好是要戴上手套 不然说不定会被冻伤的 冰火两重天 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好的诠释了呢 好 最后一个再生式冷却通道的结构 波纹板结构 这个咱们熟悉 不就是从瓦伦纸那边借鉴的吗 我昨天刚拆了5个包裹 认真仔细严谨的学习了一下 这种了不起的航天科技 当然它有个问题 就是有一半的冷却机 不能与内壁接触 所以冷却效果来的还不如缓冲效果好 难怪我没有找到它的课代表了 好了 以上就是再生冷却的详细解释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冷却方式 屏蔽冷却和磨冷却 严格来讲 它们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冷却方式 但原理上差不了太多 所以我就干脆把它俩放一起了 它们都是通过将冷却机 跟前面一种方式一样 通常也都是由燃料穿上马甲皱充当的临时工 直接喷向内壁 从而在内壁附近形成一层薄薄的液膜 或者是低温蒸汽膜 来隔绝高温燃气 传向内壁的温度的 只不过前者是用推力式头部喷住器 最外圈的喷嘴来喷的 而后则是由贴着内壁的 专门的冷却袋来喷的 总之两则的效果都不错 而且好处是还能把喷嘴的外观 做得亮闪闪滑溜溜的 比如猎鹰9号上面那些 梅林1D发动机了 好 蒸腾式冷却 它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 主动式散热方式 冷却机通过内嵌在燃烧室 和喷嘴内壁的多孔材料 渗入到推力式的内表面上 吸收热量蒸发 并形成低温的蒸汽膜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双重保护呢 蒸汽膜是一种 多孔材料本身应该也算是一种吧 所以把它装在像是火箭发动机 温度最高 压力最高 热流密度最高的喉咙部位时 可以收获到比其他技术 效率更高的冷却效果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什么是烧室冷却 说白了 就是把采用烧室材料制成的内衬 镶嵌到喷嘴的内壁上 这些烧室材料通常是由 碳纤维 凯夫拉等材料制成的 在工作时可以吸收热量 并分解生成气体 这些气体在生出后 于是就可以在内壁面上 形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边界层了 啊 凯夫拉果然是劳魔 不仅保护人体 还能保护火箭 值得钦佩 不过缺点嘛 就跟你穿上防弹衣 会拉低运动分一样 这种烧室冷却 由于要给火箭发动机 也穿上一层衣服 当然也会拉低它的成绩 但它便宜简单啊 没有前面那几个复杂的结构 用在原本就不太讲究的 固体发动机上 那是极好的 好了 终于说到最后一个 辐射冷却了 这种冷却方式 一个词就能够中间 硬扛 是的 它啥也不用 推力式就只是一层 薄薄的金属制成 当然这些金属呢 是比较特殊的 是泥一 来合金等耐高温的金属 方法是这样的 燃气向内壁传热 使得推力式的 湿壁温度升高 同时湿壁向外界环境中 辐射的热量也在增加 最终湿温达到热平衡 壁温达到稳定值 这个时候的湿壁 通常是发红或者发白的 这种方式 通常是用在热通量 弊度较小的部件 如大膨胀笔的 喷管的扩张段 小推力单组员发动机的 推力式等等 烈鹰九号二级上的 梅林一地发动机采用的 就是这种辐射冷却 喷嘴只有一层薄薄的 尼合金 甚至拿剪刀就能够 帮它重新修剪出个形状来了 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好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让你有所收获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好了 最后我再补充一句 其实在每一台火箭发动机里面 都不太可能只使用 单一的冷却方式 工程师们会根据情况 根据条件来选择 使用以上的各种冷却方式的 一些组合 以便达到成本和效果之间的 最佳平衡 观看 观看